有哪些你想像到的垃圾會沖上岸邊呢? 膠瓶、發泡膠、日用品包裝 還是來歷不明的豬手呢? 不同露營的物品都有機會成為海岸垃圾 甚至有垃圾已經深入泥中 長期佔據在海灘 其中被環保署點名 需要優先處理海上垃圾的大嶼山水喉灣 和屯門龍鼓灘連續五年榜上有名 但垃圾量仍然驚人 環保署在2017年更新優先處理 海上垃圾地點的名單去到29個 引入5級制清潔瓶級 而食環署至今在水喉灣、貝澳、鹽田仔等15個地點 安裝360度天眼來監察海岸垃圾量 但垃圾量不跌反升未見成效 2個部門去年一共收集10公噸垃圾 夠2018年增加超過五成半 今年頭三季被評定為已級滿意 綠色力量副主席文智森說 部分海岸地點偏遠難以監察 就算安裝天眼 也很難找出棄置垃圾的人 起不到阻下作用 建議政府、區議會和環保團體合作 將資源投放清理方面 東網記者黃銘桃報導